白色外墙高手钟楼 庄严宏伟的教堂被称为耶稣圣心圣殿 老照片记载教堂前身是一栋木构建筑 1907到1923年进行改建 特地从罗马运来石柱 阳光透进来 在光合影之间找到了心灵成殿 独特的宗教建筑 背后还有着拯救犹太人的事迹 神父说的是德国占领波兰期间 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历史 波兰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国度 1944年二战期间 发生著名的华沙起义 德军被激怒 于是大肆轰炸华沙 曾座城市九层建筑摧毁 耶稣圣心圣殿教堂 再度成为安全收容中心 70多年后 教堂又多了一项新任务 这里是华沙的旧城区 是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不过这里有85%的建筑 是在二战之后重建的 说到华沙 是波兰最大的城市 就在乌尔战争爆发初期 这里人口突然暴增了17% 等于有80万的乌克兰难民 涌入到了华沙来 难民错落 仓促的脚步 穿梭在城市里 耶稣圣心圣殿张开双手 成为临时庇护所 是这个参与的级宾 回到参加公司的议宾 在这一边的社会 云上的公司 在这边的议宾 是最大的认知识的 同时庇护所 也尾身的公司 但是更多也尊重的 云上的外团出 在庇护所 是平洋会 是平洋会 的华沙 看見難民的苦 教堂出借場地 給來自台灣的慈祭 跨宗教援助烏克蘭難民 這一個教堂 這個教堂之前就有 蘇維斯姐有來過 所以說其實他們尋求協助 那我們現在有這麼好的 一個合作的單位 能夠一起合作 耶穌聖心聖殿 隸屬於慈祐會 長期關心婦幼問題 奉獻教育和弱勢 教堂在綠樹成蔭包圍下 繼續當愛的堡壘 提供暖心服務 大愛新聞 寧國新萬嘉鴻 波蘭報導